你配不配有我的孩子 就是 老婆 你在哪儿啊 老公 谁 老公 快救救我们的孩子 你也不撒包尿照照镜子 你配不配有我的孩子 你这个畜生 爸爸 爸爸 难道你还想不明白 这楼梯 为什么这么滑了 为什么 为什么 黄泉路上 再好好想想吧 看 我找到你了 葵梅人 我找到你了 葵梅人 葵梅人 想晦气 算有脏东西 这是哪儿啊 我死了吗 你也死了吗 你才死 你是人是鬼啊 我是 我 九年前 我重生了 喂 爸爸 老龙 你是哪儿了 吓死爸爸了 你还活着 你不是去古月山了吗 古月山 对 我前世正是去古月山的船上落水的 我竟然重生在这儿了 爸爸 我一会儿回去跟你说 再见 再见 太好了 干嘛呀 谢谢你啊 再见 谁要跟你再见啊 莫名其妙 妈妈 您曾对我说过 古月山上有一种神物叫奎美人 可以驱除我脸上的胎记 但它可遇不可求 前世因为各种原因 我都没有找到 今天 我一定要找到 这儿 什么 我看你 声声不息 花千落 闭乱虚空 蕊仙仙 我这儿抱你了 魁梅人 你怎么在我们家 这个杀人凶手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镜子 你配不配有我的孩子 你说什么 罗云 这辈子 我一定要让你勋斩谢长 我怎么还不回来 怎么还不回来 爸 我回来了 洛洛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是厨房吩咐他们给你煮好吃的 好 洛洛 你终于回来了 你落水之后 我们都在找你 你没事 真的太好了 你怎么在我们家 你这个杀人凶手 对 洛云哥哥可是花了好多钱 请了全是最好的色就对呢 为君子 进出去 姐 你之前不是最喜欢洛云哥哥了吗 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怎么回事啊 居然这么整他都没事 没关系 等那个时候你结了婚 就把继承权骗过来 然后再让他消失 坐 坐 和花落结婚之后 我就在这里磨点油 这么意外摔下起 很难活的成本 你不怕你姐知道啊 怕什么 那个丑八怪进了门 没事是不会出来的 他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你担心什么 就他那个没见过男人的样子 以你的条件 还不是随便勾勾手指头就过来了 等那个时候你结了婚 就把继承权骗过来 然后再让他消失 到时候花家还不都是我们的了 那万一我和他有感情了呢 就他 恐怕你没有了孩子 你也不可能要他吧 花夕 原来一切都是你的诡计 真是一对狗男女 到时候你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让我做罗家的女主人 家男配狗女天长地久 放心 我娶了花落 罗家的股东 自然会把我推上董事长的位置 可是我都等不及了 罗云花仙 给我带来的伤害 我必要你们百倍偿还 我担心的是 大家要是看到你脸上 什么声音啊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声音 好像有打喷嚏的声音 好像在床底下 罗云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都有幻听了 好像是哦 爸爸 爸爸 罗罗 昨天 我们和沈氏集团签订的那一份木官音订单 必须要在四十五天内 用我们的花玲珑雕刻成品 去把它顺利完成 对我们花家业绩提高很大 这个重任 你可要挑起啊 你放心吧 爸爸 花玲珑是我们的传家之宝 我又是唯一的继承人 我一定不负所托 只不过我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要签对赌协议 超过期限就要付十倍的赔偿 这不是摧毁我们的老底吗 正所谓 高风险就会有高回报 我赶钱就是肯定 足够相信我女儿不会出错 姐姐 你因为脸上的东西 一直没有去上班 所以现在对商业都不了解了呢 我想是的 那我明天就要去公司上班了 好 罗罗 你想通了 姐姐 我好开心啊 我终于能跟你一起工作了 不过我担心的是 大家要是看到你脸上 姐姐 你干嘛打我 我打你是让你长记性 以后公司是我的 我看谁这么傻敢议论我 就是找死 罗罗 你以前都是斯斯文文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对不起吧 我 我失手了 兮兮 你没事吧 这花了搞什么鬼呢 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等会儿花了过来的时候 我故意扯掉她的面具 你就上前英雄救美 我就不信 她不动心 叶先生 这是花家大小姐 花洛小姐 托人送来的礼物 还托我向你说声谢谢 我想去见她 帮我约她的时间 是 听说今天大小姐 花洛要来上班了 不会吧 她的脸可吓人 还敢来啊 对不起 等会儿花了过来的时候 我故意扯掉她的面具 你就上前英雄救美 我就不信 她不动心 姐姐 你来了 哈喽 花鹿来了 花夕 这几批订单 都是你经手 现在客户投诉说货不对吧 材料不好 怎么能怪我头上 是吗 不是你中宝私囊 以此充好 那你就是把花家的手艺当儿戏 乱说 我看你就是存心刁难我吧 看来我必须要给你上一课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我不信 你看我必须要给你上一课 你 你好 这么他 则我有位 好 好 好厉害的刀工啊 绝哎 真的太绝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把这个包好 给客户吧 华西 我们花家 不仅讲究的是天赋 还讲究用心 你既没有天赋 也不用心 你不是给花家丢人吗 你 你干嘛 罗云 我只想问你 为什么最近对我爱大不离的 你干什么 难道变漂亮了 就不认识老乡好了 你误会了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我不信 罗先生 你怎么说也是罗氏集团的人了 这样做 未免有失提懂 我们小两口了 有点误会 让您见笑了 你说什么呢 姓罗的 你这么说 我怕某人误会 罗先生 花小姐似乎有话跟我说 请回避一下 放手 要再演戏呢 说 这是谁干的 大小姐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如说 卷铺该走人 要再演戏呢 我看你们呢 更像是影帝影后 这样子总行了吧 有你的 等着瞧 谢谢你啊 这次又帮了我一个忙 你啊 别因为稍微漂亮一点 就到处勾引男人 离这种人远一点 你这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让一个女孩子 等这么长时间啊 不好意思啊 有点事耽误了 好吧 上次呢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这次请你吃个饭 感谢你一下 一顿饭 就想把人情还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这什么 老大 已经按照你的意思 让IT团队 把网络上 所有的照片都删除了 这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才迟到的 那这次 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 看来 一顿饭的确不够 这一顿饭 当然不够了 至少得管 十年的饱饭吧 十年 那我都已经嫁人了 你敢 你别说啊 你别说啊 照片拍得还挺好看的 说什么呢 拿来 我 说 这是谁干的 大小姐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如说 卷铺该走人 说了生殖加薪 大小姐饶命 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是花夕二小姐 花夕 你真是找死 晚上零点 我在酒店等你 罗云 罗云 上次真的对不起 但是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还真是不到 黄河不死心啊 为了喜欢的人 上刀山 下火海 我都愿意 那我倒想看看 罗云 别拒绝我 这一次 我一定给你一个 终身难忘的约会 我等你 你真的不嫌弃 我的样子吗 我爱的是你的一切 做我的妻子吧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镜子 你配不配 用我的孩子 你说什么 罗云 花夕 你们等着 西姐 这是罗云给你的 晚上零点 我在酒店等你 罗云 不过 我觉得 你好像更喜欢 我妹妹花夕啊 罗云 你果然来了 我就知道 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 当然有你啊 不过 我觉得 你好像更喜欢 我妹妹花夕啊 怎么 想通吃啊 哎呀 怎么可能 我的心里啊 只有你 是吗 嗯 那今晚 嗯 我先去洗个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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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云啊 你可真不害臊 居然派人送房卡到我公司里去 喂 醒醒 我要你 你昨天晚上跟罗云现场直播了 什么 花旗 你怎么在这 醒醒 怎么了 宝贝啊 你怎么在这 不是你约我过来了吗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 就昨天在 喂 花旗 我的大小姐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你昨天晚上跟罗云现场直播了 什么 怎么会发到网上去啊 什么 靠 喂 喂 你这回玩大了 罗云 你闭嘴 怎么办 要是被我爸知道 我会被打死的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自然说了现在年轻人 谈个恋爱谁还不开房啊 你要把我气死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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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下救星晚呢 爸 你干的好事 花旗的脸面都被你丢过完了 爸 我跟罗云哥哥是两情相悦 自然说了 自然说了现在年轻人 谈个恋爱谁还不开房啊 鬼知道会被投拍下来啊 你有多大了 你 你 你要把我气死吗 爸 爸你消消气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大家都没有面子 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罗云和花旗尽快结婚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 保住两家的面子 而且 他们是两情相悦 是不是阿兮兮 糟了 陆笑容怎么办 花洛 你少给我出色主意 我不能嫁给罗云 你不嫁给罗云 你还要嫁给谁啊 你想想你的视频 多少人都看过了 你现在不嫁给他 你还有的选择吗 谁让你多嘴了 爸不是这个意思 爸是说 你到底为什么不嫁给罗云啊 你刚才不是说 两情相悦吗 对啊 他们两情相悦 说不定罗云现在 已经在准备彩礼了 我不能娶花兮 我代替你爸 罗罗 那天晚上 我明明约的是你 对吗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黄罗 你害我 是不是你害我 黄罗 我喜欢的是你 罗云 你说什么 太乱了 你这个畜生 你害了我一个女儿 还有还第二个 你爸死得早 你爸没有招你 我代替你爸招你 别提我爸 罗云 你跟花兮太让我失望了 今天这婚 你们俩非接不可 爸 罗家电话 我接了 喂 罗先生 情况你也知道 现在我们希望 罗云跟花兮尽快结婚 否则 以后花兮天的所有材料都另寻厂家 再见 罗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吗 是个畜生 一个小时内不到 我就把你给赶出家门 要不 我们把他杀的 你说你 简直是不要脸 我这是被人设计的 既然你准备都被人设计 那就得承担后果呀 我可以承担其他后果啊 没有别的后果 结婚 就是唯一的后果 都什么年代了 滚个床单还能被逼婚呢 你 你这是在装傻吗 你不跟花兮结婚 那我们到时候就跟花家做不了生意 那到时候 你也别在公司待了 兄弟 你厌福不浅呢 太阳 别扇风点火 这事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出去 婚礼我会安排的 儿子 听说 花家大小姐 最近 变得貌美如花 你都去 亲近亲近 你不就是看上他们这个吗 那是真的变得漂亮 不骗你 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打消在我身上搞什么商业联姻的手段 我可不是那一套 好你个罗红乳 逼我取花戏 却让自己的儿子取花落 看来 是存心不想把位子留给我 爸 既然你这么害怕罗云 要不我们把他杀掉 住嘴 罗红渊 你就为了这个东西 竟然把公司传给了你的弟弟罗红乳 阿浩你说 上天怎么这么对我 罗总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毕竟 我也是个快要当爸爸的人了 罗红炎先生在生前委托我 在他申雇之后 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 全部都交由 我马上就要成为罗氏集团的董事长了 罗红如先生 我一定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拿回来 老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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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天 老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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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 看来你已经成了我的阻碍啊 今天买了六个包 三双鞋 还有两条裙子 真是个败家女人 我又没花你的钱 你每天这么闲 又没什么正经工作做 你哪会有钱给我花呀 女人 你还挺聪明啊 没错 我就是个无业游民 整天游手好闲的 嗯 没关系 反正呢 本小姐有的是钱 那我接下来的台词 是不是应该是 富国 求包养 详天 你不用管我的 你知不知道有人要弄死你啊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警方说附近的监控 我们被破坏了 没留下线索 依我看 这件事情 肯定有幕后的证据我 你最近还是躲起来吧 叶先生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你说什么 叶先生 其实我们认识不景 你不用管我的 女人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有人要弄死你啊 我明白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要知道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我喜欢的 一直都是罗云一个人 你这么大一双眼睛是白长了 是瞎了还是散光了 你走吧 OK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臭女人 罗云 我以为我再见不到你了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 我明白 我知道你喜欢我 花露可真是个狐狸精 花露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吧 幸亏我没有答应花席 好你个骆宇 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这是怎么回事 我 迟开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您 您 您 花落呀花落 原来你就是这样变美的 罗云夜耀天 要再看到他那张丑脸 你们还愿不愿意亲 我终于发现你的秘密了 游戏已结束了 我让你勾引男人 我让你勾引男人 这什么怪花 管它什么花 是植物就会死 要是用到我的脸上 岂不是会变得更美 什么玩意儿 花落 我让你勾引男人 让你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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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这美貌把你们移住 我就不信你 不愿意和我结婚 你怎么来了 你最近一直不理我 我就自己过来了 最近这不是忙吗 没时间看手机 那今晚 是不是抽空陪我一下 看看呗 有时间的话 就去 好 好 他们先 有时间 有时间 也 因为 你 有时间 我们 我们 有时间 我们 我们 出回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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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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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脸怎么了 你不配有我的孩子 你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怎么了 罗云 你给我远点 不要碰我 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啊 你不配有我的孩子 喂 这是怎么回事啊 华洛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怎么了 干嘛学我把头包成这样啊 我看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你这个贱人 你在说什么呀 说什么 你就是个花精 就是他 就是你那朵毒花害的我 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你逗我的花猪了 你 快把我变回去 听到没有 它 就在盒子里啊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看我 你别看我 你的脸 这颗花猪叫奎美人 它以我脸上的毒素为时 但是 要是身上没有这种毒素的话 那就会感染这种毒素 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的脸 你的脸不是好了吗 你为什么还用它 其实 我早就用不上它了 那天用它 纯属是表演给某人看的 我今天就要跟你拼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你 花猪 你这个贱人 你居然敢害我 你这叫恶有恶报 你要是什么事都没有做的话 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 可惜你就是存了一颗 一定要陷我于万劫不复的心 我今天就要跟你拼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你要样貌没样貌 要男人没男人 你在花家地位也不如我 就凭你 拿什么和我斗 也就这样 还想跟我斗 你变了 你不是华洛 自从你失踪回来之后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还要问你啊 古月山的船上 是谁想推我下去 是谁联合罗家大公子 接近我取我 想要夺走花家的补权 还有 前几天天上掉下来的盆栽 是你的诡计吧 你怎么知道的 不可能 罗云不可能告诉你这些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前生受的苦 我要一件一件的还给你 你不是花洛 你是谁 你究竟是谁 花洛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没错 花洛不是这样的 花洛是单纯 善良 是一个傻傻的乖乖女 但是这样的人 就活该被你们算计害死 还被谋在鼓里吗 姐姐 姐姐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你救救我吧 晚了 这龟美人 已经被你亲手给剪碎了 除非 时光倒凉 你就带着这张丑脸 活下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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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云 下一个就是你 喂 罗云 我好害怕 你能不能 能不能出来见我 花洛他什么都知道了 他什么都知道了 不 他不是花洛 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我好害怕 罗云 好 你 是 我在帮我 你过来一趟 好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马上来 我马上来 无论如何 你都要跟他结婚 罗云 罗伯父 哎 没礼貌 把眼睛摘了 罗云 我 我 你怎么还围个围巾呢 我最近感冒了 比较怕凉 哎 罗云 你 欢喜 你的脸 我的脸 我最近就是过敏了 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叔啊 你看他那个脸 我要是把他取回来 咱们罗家的脸 还要不要了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啊 花家已经告诉我了 他怀孕了 怀孕可以打的呀 以前又不是没打过 行 你要我答应你也可以 除非 什么 罗氏集团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你 要走 也是你走 你 除非你跟罗家断绝关系 那你以后做什么事 我就不管你了 叔啊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罗氏集团 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要走 也是你走 你 你给律师说去吧 老东西 迟早收拾你 老总 五百万 你呢 五百万 老板 你这是 阿浩啊 再怎么说 你曾经也是董事长的私人助理 现在让你做一些琐事 委屈你了 当年车祸后 要不是罗总多担待 替我写了谅解书 为我整理 我现在 估计还在局子里呢 我知道 你一直想创立自己的公司 帮我做一件事 到时候 你可以拿这笔钱 重新创业 什么事 回来 停 前面是学阳 什么时候才到啊 这荒郊野岭的 也不像是结婚的地方 罗总想给你惊喜 到了你就知道了 龙云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呢 眼罩先不要摘啊 一直往前走 你搞什么 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 这样走路 很危险的 马上就结束了 喂 停 前面是学阳 罗云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就你这个丑八怪 你不配有我的孩子 罗云 我为了你 我连底线都不要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我们之间还有感情吗 我以为我们只有利益了 罗云 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你就饶了我个孩子吧 好吗 阿浩 在干嘛呢 干活 罗总 对不起 罗总 对不起 我曾经是个父亲 我下不了手 真是很用的废 喂 你好 你 你说什么 花夕 嗯 花夕的事 是你做的吧 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床上聊吧 堂堂罗氏企业大公子 平时忙得日理万机的 怎么有空约我妹妹去爬山啊 这你都知道的 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我是约他去爬山了 但是我在山脚下没上山啊 我跟他说啊 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他可能是伤心过度 自己上山跳崖了 别废话 花夕到底是不是你差的 我是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只是利用你而已 别废话 花夕到底是不是你差的 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 虽然我是好色了一点 但杀人 杀鸡都怕 那我倒想知道 花夕这么恐高的人 在家里二楼看下去都会害怕 他是怎么自己上悬崖撬壁的 那我哪知道啊 就像我罗云 罗氏家族的继承人 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那你也没喜欢我呀 真是无浅 对啊 我是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只是利用你而已 利用我 那我也没你想的那么蠢 想套我的话录下来 自从上次 我跟花夕在房间被拍 我书就变得很敏感 从那以后 但凡有个女的约我 她们都会提前进行风险调查 我们发现呢 你藏摄像头的水平 那真是很差劲 你们的摄像头啊 我就被黑客截留了 现在我想对你干什么 那你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啊 你要干什么 我就喜欢吃柳硬茶 我要干什么 房间是你开的 孤男寡女 你说还能干什么 不去 你这话我确实挺难反驳的 毕竟 我在这房间 装了那么多神像头 那里 那里 还有那里 多角度 全方位 这视频你爸看了 会是什么心情啊 挺带劲啊 我就喜欢这首硬茶 罗云 找死 你是不是找死啊 你冷静点 幸业的 你敢动我 你冷静一点 你让我冷静 真是个麻烦 走 你给我等着 叶晓天 花落 我们从此绝交吧 好 我说 我喜欢你还不行吗 你 你 你 花落 我们从此绝交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不听话 总是不能好好保护自己 我 我才不想带你的管家铺 哎呀 什么 啊 哎 哎 哎呀 叶晓天 你就别生气了吗 嗯 我没生气 骗子 我气的是你为什么要去找罗云啊 那是因为我要套的坏啊 套坏 你不知道他是个锦兽吗 孤男管你共处一事 万一出什么事 我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我 哦 你还知道啊 我是因为一直都知道啊 你会保护我 我才不怕 哎呀 我懒得理你 走吧 说完再走 哎呀 我懒得理你啊 走了 不嘛 说完再走 哎呀 走了 哎呀 我走不动了 你说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好 我说 我喜欢你还不行吗 等你好久了 阿兵 爸 我回来了 洛洛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打电话你又不接 洗洗过事后 你又到处乱跑 你要是再出事 我可怎么办呢 对不起啊 爸 我今天在外面有一点事 有事 也要打个电话给我 报个平安 你要知道爸爸多担心啊 对不起啊 爸 我以后不会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叶耀天叶先生 叶耀天 你好 华本你好 请坐 请坐 请问叶氏集团总裁叶琴和你 正是家父 哦 就是高科技行业领跑者那个叶氏集团 是啊 真的是叶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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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他面前宣过父呢 真是丢脸 好久了 以后要是我们长久在一起住的话 说什么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爸 你好久了 拿命来 你干什么啊 这是我和他爸叶琴年轻的时候打闹的方式 叶天 恐怕你还不知道 当年我和你爸是默逆之交 可惜啊 你爸过世的时候 你还不懂事 所以不知道我们两家的交情啊 原来是这样 吓死我了 华伯要是不说 还真不知道咱们两家这么有办法 那当然了 对了 现在叶氏集团是你母亲在管控吧 是的 那将来迟早都是你的天下 我想啊 以后要是我们长久在一起住的话 应该也很和谐 说什么呢爸 时间不早了 我应该告辞了 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的 洛洛 送送客人 我才不想送吧 你敢不答应 我敢 其实 我早该想到的 想到什么 想到你财大气粗啊 要不然 想做什么事都一定能做成 知道就好了 所以啊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帮忙 尽管开口 哎 尤其是面对罗云那个 卑鄙无耻下流之位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前世今生 嗯 电影里有看过 怎么 难道你是重生人啊 是啊 你信吗 你说是 那就是了 我不管 你 你 前世今生和洛云有什么过往 你 但是有一点 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好好保护自己 走吧 你干嘛 咱们 咱们不是谈恋爱了 之前是你跟我表白的 我啊 还没答应呢 臭女人 你敢不答应 我敢 咱们 哟 哟 哟 乀果磷瓏怎么不见了 哟 哟 前一世 我满脑子只想着罗云 身边竟然忽略了这么一个人 叶耀天 在我的记忆里 为什么没有出现过 叶耀天要是早点出现 至于生那么多苦 我能相信他吗 重生好 除了爸爸 我很难相信第二个人 会对我真的好 不行 我要对自己有信心 喂 喂 花露小姐 抱歉打扰了 我是按照惯例通知您 我们本季度最大的订单 也就是您为审视集团做的 至尊关于目标差不多要交货了 请您注意一下时间 嗯 嗯 知道了 谢谢提醒 糟了 我还没点完呢 不 不 花玲珑 花玲珑怎么不见了 你们的花玲珑已经丢了 有天 洛洛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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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就好 啊 那就好 啊 那就好 没事就好 啊 花玲珑的抱歪室 只有我们花家的人才能见到 啊 我还有花心 到底是谁干的 沈总 十分感谢您的百忙之中 抽空来见我 我这里 有一个给玉观音捡上添花的房啊 您能不能给我们延期一点时间啊 姑娘你别编了 沈总 您什么意思啊 有不明人是告诉我 你们的花玲珑已经丢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小道消息 是竞争对手 想理解我们的关系 话不多说了 把你们的花玲珑拿出来 给我看看 我就相信你 这 这 不然就准备十倍的赔偿吧 沈总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爸爸您说什么呀 爸爸 花玲珑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爸爸您说什么呀 你太让我失望了 直到如今 你还不告诉我实话 花玲珑到底丢没丢 我已经去看过了 没了 你知道花玲珑对于花家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没了花玲珑 我们花家就没有江湖地位 那你为什么还不看好她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爸爸 而且花玲珑只有我们家人才可以碰啊 如果是息息所为 她现在人已经不在了 花玲珑 恐怕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不 爸爸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肯定能找回来的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花玲珑遗失的新闻一公布 我们花家 恐怕就要完了 喂 赵总 老花 你家花玲珑丢了 赵总 你不要听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 刚才网上都爆出来了 总不至于空穴来风吧 和你们合作的几个大公司 辅价瞬间两天啊 所以 我们只得提云销合作了 喂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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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李总 哎花狗啊 那花玲珑真出事了 我微信发你一篇报道 你看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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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医生 现在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接下来需要静养 那就好 这段时间呢 一定要避免病人的情绪受到刺激 否则还是会有生命危险 绝对 绝对能让爸爸再出事了 绝对能让爸爸再出事了 是你 是你 任何真凶堪 一定是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跟我结婚 如果你 如果 你能帮我拿到花玲珑 那证明你是真的爱我 那我们自然可以结婚 我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想代替花落接管花家 如果 如果花家的花玲珑没了 我还有什么意义呢做这些 如果你不跟我合作 你连个壳都没有 除非你跟我结婚 否则 让你家破人亡 如果你不跟我合作 你连个壳都没有 你有证据吗 那是我们花家的东西 还给我们 除非你跟我结婚 不可能 只要你帮我坐上 罗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我就还你一个完好的花玲珑 还有一个完整的花家 否则 我就废了它 让你家破人亡 事到如今 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还不如跟我合作 你到底有什么诡计 据我所知 罗氏集团的股东 看似团结一致 其实不都想赚点黑钱了 利益才是他们最看重 我对你们家的仇事不感兴趣 没什么新鲜话题 我先告辞 诶 罗氏集团是你们花家的原材料供应商 而你们花家 又掌控着生产和销售渠道 你跟我结婚 我们罗家 就会掌握一整条的生产链 到时候 他们自然会把我推上董事长的宝座 你们花家很快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花灵龙的丢失 花灵龙的丢失 你们花家现在是四面楚歌 风雨飘摇 即使你撑住了十倍的赔偿 没有了花灵龙 谁还跟你们花家做生意 谁还跟你们花家做生意 露露 露露 你这个女儿 打你电话一天了 怎么都是战线 露天 我们分手吧 你这个穷鬼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我慢点吃 你怎么饿成这样啊 你要赔偿的那些钱凑齐了吗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十倍赔偿 不仅要把你们花家的家底掏空 还得道歉一大笔 这是什么 我帮你凑了一些钱 不用去借了 可能还差一点 我会 厚着脸皮向我妈要一瓶 这不是小树木 我不能要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你还有什么办法 我都和你分手了 干嘛还对我这么好 你说什么 这我不能要 我说要 你必须得要 我不一定能还得上 开什么玩笑 你是我的女人 我还需要你还钱吗 不好意思我们准备打烊了 可以先买单吗 不好意思先生 这张卡余额不足 你等等啊 叶耀天 你这个穷鬼 我们分手吧 你疯了吧 跟罗云结婚 好了 我换了 你站住 你跟我把话说清楚 你别以为你共说了两次分手 我不知道 我装的 你告诉为什么 老天 前世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相遇 偏偏让我遇上了骆云 其实 骆云和他家长已经帮我解决了 我不需要钱了 什么意思 我已经答应他了 答应和他结婚 我过几天就办婚礼 你疯了吧 跟罗云结婚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你嫁住嫁口都不能嫁给他 你是全世界除了我爸爸之外 最爱我的人 为难之后才能见本事 我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 你的本事才一点点 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女人你都保护不了 还谈什么爱情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这都是你的真心话 傻瓜 这当然不是我的真心话 对 这就是我的真心话 你可以说无物质 但是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我需要被保护 我也想要安全 赶紧什么都给不了我 你要我怎么办啊 对不起 阳天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你放过我吧 好不好 花落 花落 难得花家大小姐 利临寒舍 我真是荣幸万分呢 别废话 我答应跟你合作 和你结婚 可我现在不想和你结婚了 什么意思 你耍我 大婚当前 你瞒着你的未来老公 跟其他男人约会 这婚 我要是结了 我这头顶 不得成草原了 我没你想的那么肮脏 你这个下贱女人 满嘴谎言 这一巴掌 是还你的 还剩一巴掌 你到底想干什么 罗氏和花氏联婚 这可是大新闻啊 明天 就会登上 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 这时候 你跟其他男人约会 我这里要往哪儿搁 我和阳耀天 只是朋友 而且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些媒体头条 你都可以买 朋友 还是床上的朋友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就这么随便吗 我是来跟你结婚的 不是来跟你做奴隶的 花玲珑 还想要吗 还想不想要 那个老不死的花药亭 多活几年 给我跪下 尽快去办婚礼 休想 那就延后啊 看你能熬 还是花家能熬 跪了 它真的跪了 看你能熬 还是花家能熬 快快快快 拍下来 拍下来 真让人想不到啊 不可一世的雕刻帝国 花家大小姐 跪了 它真的跪了 那请你婚礼般的疯狂一点 我不想让我爸丢脸 哦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 三天后结婚 三天后 罗总 三天后时间 会不会太仓促了 没办法呀 为了腾出更多钱 给大小姐花 婚礼一切从前 你家长来就好 更轻易一点 罗宇你太过分了吧 扯平了 罗总 这边客户马上就到了 你赶快去看看吧 是吗 是 有客户 我怎么不知道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给我留了一点面子 花小姐 你想多了 我平时没见过你 你看起来不像华人 怎么会给罗云这样的人打哭 罗总是我的恩人 你不许这么说的 恩人 怕是这世界上 只有你一个人会这么说的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花小姐请回吧 我是特意找个 有个理由 把她给支走 免得她对你造成伤害 她很快就回来 谢谢 不知道 花洛小姐约我 有何归干呢 你们花家就改姓 罗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花洛小姐约我 有何归干呢 我跟罗云马上要成婚了 所以提前先跟亲戚走动走动 没这个必要了吧 况且 我也快要退休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那还不是多亏了你 怎么说 花小姐 你这么聪明 就没必要装糊涂了吧 还请说说明事 谁不知道 罗家和花家强强联合 就能掌握 整个雕刻业的全产一链 这会带来 巨大的利益 所以 罗云早早就游说股东 只要你们一结婚 那我只能 被迫退休了 罗云没有这么坏 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花小姐 你们两个结婚 别以为 遭殃的 只是我 不知道哪一天 一不小心 你们花家就改姓 罗了 我想借罗云之手 就花家于水火之中 按照你这么说 我未来的老公 是一个心肠这么不善良 那他的手下阿浩 怎么一直称他为恩人呢 怎么说呢 当年阿浩是我兄长的私人秘书 兼司机 当时因为一场车祸 我兄长去世了 所以 罗氏集团要问责阿浩 并索要高额赔偿 但是 作为死者的亲儿子 罗云竟然大发慈悲 欠了谅解书 还免了阿浩的一切赔偿和责任 从此 阿浩就给罗云做牛做马 并称之为 感恩回报 原来是这样啊 按理说 一个大型企业董事长的专车 质量应该很过硬 而阿浩作为他的私人秘书 也应该是个很靠谱的人 而罗云 应该是继承人 但是被罗叔叔拧替而带着 我觉得这其中 必有蹊跷 我这里 没有蹊跷 我兄长的遗嘱 可是经过公证的 那车祸呢 花小姐的意思是 其实我们花家 陷于苦难当中 我也是不得不跟罗云合作的 我想借罗云之手 救花家于水火之中 其实 我早就有爱的人 我心有所属 早知道 花小姐的意思 早知道罗叔叔的意思 最完美的合作关系 应该是我和人 花落的 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杀人犯 老板 今天不是婚礼日吗 怎么穿成黑色 搞得像葬礼一样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就想给花落一个惊喜 爸对不起你 不要怪爸 没事吧 不怪你 罗云先生 你愿意娶花落小姐为妻吗 不论顺境逆境 健康疾病 都愿意照顾她 爱护她 对她不离不弃 愿意 花落小姐 你愿意嫁给 罗云先生为妻吗 不论顺境逆境健康疾病 都愿意照顾她 爱护她 对她不离不弃 快说愿意啊 我喜欢你那个表情 快说愿意 当然不愿意 花落的 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杀人犯 难道我自己杀我的亲生父亲 他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花落的 花落的 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杀人犯的 你来干什么 滚蛋 新鲜出炉的 你自己看看吧 你干什么呀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前几天 我去找她 找了你叔叔罗洪如 跟她合作了一次 跟她合作了一次 合作 合作什么 罗洪如 调查了你爸爸出车货那辆车 发现上面藏了隐藏摄像头 笑话 既然是这样 警方调查的时候 为什么没发现 那是因为你爸爸有钱 他找了高级工程师 一般的行侦技术手段 连摄像头在哪都发现不了 更何况恢复视频呢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就要问我身边的帅哥了 没错 他找了我帮忙 我让侦探追踪 发现的那辆车 被保险公司卖给了修理厂 结果修理厂的老板 发现那辆车是全球限量版的车 就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收藏 我也让我妈请了我们公司 最好的工程师 恢复了数据 找到了监控视频 发现车祸的前一天晚上 是你破坏了刹车系统 这才导致车祸的发射 为什么要去看你 先别走 报警 输中 刘姬 我自己这些父亲 他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什么意思 你根本就是他的阳子 我要举报 你杀了花锡 你根本就是他的阳子 胡说八道 他怎么可能知道 罗宏渊和我的收养关系 你父亲死后 罗宏渊就千方百计地 调查你的血缘关系 发现你根本不是 罗宏渊的亲生儿子 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上位 就没有对你改进杀局 胡说八道 你害怕你父亲发现 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不传位给你 所以说你设计杀死了 你万万没想到 他得知真相的第二天 就把遗嘱给利用 阿浩 你说什么呢 你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是 这么多年来 你多次试探我 我都装作不知道 那是我唯一对你隐瞒的 你藏得够深呢 因为那是我唯一答应罗走 保守的秘密 都怪旧年代 什么都不规范 就连小孩都报错这种事情 都会被我遇上 可是 日久生起 我对罗云 还是像亲生儿子一样 可是 你为什么立了遗嘱 却不传位给他呢 我不是不爱他 正是为了保护他 不然他会被伤害的 阿浩 这些秘密 你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罗云 说的是不是真的 都到这个点上 我骗你有何用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不是亲生的 他不可能那么疼爱我 他就是不想传位子给我 让我继承他的遗产 罗云 我要去自首 我要举报 你杀了花夕 罗云 我要去自首 我要举报 你杀了花夕 说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没错 就是他在我眼皮底下 把花夕 推下悬崖 你别想诬陷我 是你带他上山的 是你干的 两个谋杀案 我都可以做证人 你可以狡辩 但这铁证如山的事实 我看你怎么变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不可能 是假的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 为了你 我干了多少违背良心的事 可笑 我就助手为虐 你好什么 要不是我帮你 你早就完蛋 这几年 能够这么快活吗 快活 你可能不知道 我老婆 车祸之前十月怀胎 就要生了 车祸之后 因为压力太大 终身不悦 我们每天 度日如年 那是因为你没能力挣钱 去给罗红渊当司机 碰到他 是你倒霉 罗云 现在去进军 相信你一定有应有的下场 孟师总 二嫖 弟兄 姚天 姚天 我杀了你这个妖怪的 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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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姚天 姚天你醒醒啊 姚天 姚天 我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上次你掉水之后 好像变了一个人 你前生害得我那么在 我这辈子还能像一个傻瓜一样 被你欺负吗 前生 到现在了还不能好好说话是吧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 你想等娶了我以后 在楼梯口倒油 然后让我摔死 是吗 和花落结婚之后 我就在这里抹点油 这么意外摔下去 很难活得成吧 为什么只有我脑子想过的事情 从来没说过 你却知道 我不仅知道这个 我知道的可多了 我还知道你根本不是 抱错的孩子 你是你妈和别的男人的孩子 被罗红元发现以后才撒得谎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只有我知道的事情 你却知道 站起来 给我好好说 我 去吧 我要 陈生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杀了你这个妖怪 啊 啊 又欠 又欠 啊 又欠 啊 啊 在你后面的一个月里呢 我做了很多攻略 其实啊 我以前就幻想着 我能跟我最喜欢的人去日本 我们两个一定要体验和服的 还可以拍很多很多情侣的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在大阪吃这几个餐厅 我都做好攻略了 这个餐厅呢是当地最有名的 姚天 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我 我都等了你好几个月了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上一辈子 没想到我会遇见你 这一辈子让我遇见你了 我不想再错过你了 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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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这是呢 我去叫医生 我去叫医生 等一下 我做了一个 好长好长的梦 在梦里啊 你这里 长了一个胎脊 挺特别的 是我喜欢的样子 可惜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认识你 然后啊 你就爱上了别人 我好难过 因为没有办法 只能 默默退出了 没想到 那个亲手他居然欺骗你 还置你于死地 你干嘛 别担心 那个亲手他居然欺骗你 还置你于死地 我真的好后悔 我后悔我没有跟你告白 我后悔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虽然 虽然 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 我也永远地失去了你 后来我就醒了 我 一睁开眼我就发现你在我旁边坐着 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 我真的好开心 不管是在梦里 还是在现实 我都会永远保护你的 谢谢你 谢谢你 花玲珑 我们回家了 好 以后去哪儿 你都要小心的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打肚子 你干嘛 打肚子 别担心 他估计是精神失常了 大肚子 大肚子 卢云 大肚子 大肚子 重生了 重生了 大肚子 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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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了